如果是其他人屡次犯错的话 您早就该出手了 但是对柴小七全 你不要多嘴 我这是不想看他一再犯错 地球人其实和变色龙是一样的 人们往往觉得看到了一个人很真诚的一面 但却不知道他们私底下到底有多虚伪 组织不也说过吗 人类是多面的复杂动物 你为了方龙这么一个不确定的人 放弃了身为高等生母的一切特权 知道吗 十一 你该不会又想带我回去了吧 我只是希望你人情实实 权衡利弊而已 喜欢是唯一一件不需要去权衡利弊 就可以做的事情 我喜欢方龙 所以我愿意赌一把 那他也喜欢我 所以根本不会在意我到底是个地球人 还是一个外星人 喜欢 那你还记得开普段的法规吗 其中第一条就是杜绝一切低级的情感 若有违背者放逐太空永不召回 等你在太空中流浪的时候 你那所谓的喜欢还能够救得了你吗 那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嘛 至少我现在做的决定我一点都不后悔 那 那谢谢你支持我的决定啊 那我先走了 嗯 走了 小七 这是你逼我的 这是哪儿啊 谢谢你支持我的决定 小夕 你醒了 你在干什么呀 师爷 你该不会真的以为 我会放任你继续做傻事 让你继续留在地球上吧 师爷 我知道你作为新察长 有监督我回到母星的义务 但是 你能不能就随便编一个理由 母星到最后要是怪罪下来的话 你就把责任全部推到我身上 我保证不会连累你好吗 你不是说我们是朋友吗 朋友之间不是应该互帮互助吗 你就当帮我这个忙好不好 我早就跟你说过 和方冷在一起 只会给你带来伤害而已 你为什么会那么讨厌风冷啊 你先不说这个了 我是真的把你当朋友 你能不能支持一下我的选择 师爷 你要是这个样子 我们没有朋友做了 我们绝交 我知道我自己打不过你 那我总能打开这个结界吧 小七 小七 这是肯定用最新科技生成的结界 她会不断消耗你的能量 出不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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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您的蛋糕 谢谢 谢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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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意思啊 附近显示 有一阵强大的磁场波动 有显示波动范围吗 初步捷径能量消耗太大了 顺利也没有 小七 您是 对不起 我已经错误了 你等你再靠近 为什么总会觉得 不留时空 故事已在从头 芬蓝 我不忘你眼中 小七 芬蓝 小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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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小七 我 小七 我 你 小七 才是你的基因匹配对象 你应该听从她的指令 怎么回事 主人 应该是柴小琪心中的地球感情 让她潜意识力 抗拒格式化洗脑 小琪 你和风龙在一起 只是为了让我 你根本就不爱她 江世依才是你的基因匹配对象 你必须要听从她的指令 主人 敬查长 我们的下一步该怎么行动 你在做什么 我在找小七呢 库布林 小七 我总算找到你了 库布林 你进来之前 得到僵尸医的允许了吗 没有 那你这属于违规月计 我需要向他汇报 小七 我是来找你的 方文也来了 我带你去找他 我跟他已经分手了 从今天开始 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你早就知道 我跟他在一起 只是为了完成任务 现在目的达成 分手很正常 不是啊 小七 你不是说 你已经二上方了 要为了他留在地球吗 你怎么突然变了 母星明明禁止爱情 我怎么可能违规 小七 你是不是生病了 我帮你检查一下 我帮他 我帮你 我帮他 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至于你 我不想在一个低端机器人身上 浪费时间和精密 你好此为之 不要多管心事 小七 我们走 小七 小七她怎么会变成这样 现在的小七 绝对不是真正的小七 江世宜一定对她做了什么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江世宜应该是对小七 进行了格式化洗脑 洗脑 什么意思 小七 完全忘记以前的事情了